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 Trend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賽事提供的心水 在昨晚直播計馬那段片已經回顧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昨晚那段片 今次賽事終於高出賽異獄馬 吹戶從來 今次有一隻高出賽異獄馬 就是第五場 如果大家在螢光幕看不清楚的馬名 都可以回昨晚直播計馬那段片 我也有讀過馬名出來看看 今天真是馬不停提 我也預告早 因為今天中午時段有兩場澳洲賽事 晚上就英國賽事 大家知道我現在 可能馬是做直播的 剛剛考飛爾德杯 非常幸運 最後一分鐘 看到一些特殊的東西 所以 買了QPQ 中了74倍Q 和26倍PQ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看我怎樣中那條QPQ 都可以回到剛剛 海外馬直播那段片 看看 大家知道 Nedchrentime賽馬 一個免費的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都會提供高出賽異獄馬 和兩隻Nedchrent馬蛋 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 免費頻道的營運 可以經過Facebook貼紙 來到我Blogspot Blogspot周圍 都會有熱門廣告 如果有很多廣告有興趣 可以按下看看 看看資料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 Youtube影片播放之前 有時有些廣告 不用另一個右下角 及Skip Ads 或者略過廣告 如果那些廣告有興趣 左邊有寫的連結 按下看看 看看資料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今天這段影片就是Nedchrent馬蛋 相信稍有時段 都會有Nedchrent冷腳片 因為我已經看中了 Nedchrent冷腳 我選多一隻 就可以了 記住兩段影片 看完 第一個場子 我選第六場的馬蛋 我也是悶悶的 我選10號的路路爽 我首先講的這隻馬 我彈一彈 你看組作先機 阿賢仔 阿康仔 不太喜歡這隻馬 那些神粗 覺得這隻馬很急口 流不到 都說它是 但是你要留意 如果這隻馬 又流不到 又急口 其實都可以跑得 上季都已經跑得 多場好的賽事 證明這隻馬 換了角度底 是很有潛力 上次這隻馬 5.6倍 他落飛落道 十三檔 其實是快捕捉走回來 然後輸了 你看看賽果 他們都 心裡暗X一聲 露露爽熱滿 那麼便 就露露醒爺 做捕捉 拉快捕捉 讓他們追 潘倫潘明輝和安慾熱滿 整隻安重出來 大家心裡都明白發生什麼事 俗語所說的抵出 潘倫潘明輝兩隻熱的輸了 兩隻同系馬穿Q回來 我再說一次 33倍、42倍 穿Q不是2249元 這條Q和WinPay 潘倫安重 抬了不知多少錢走 我們去看看潘倫爽 當日快步速 走 潘頓也不是第一次 潘頓上季都有期 出閘走 沒什麼問題 快步速跟前 潘倫不是快步速跟前 我們進到直路 進到直路 潘頓就修正一下 調了姜誠 然後拿在右手邊 為什麼要拿在右手邊 是不是見到右邊的馬 免得阻礙到他呢 潘頓殺馬 大家大多數看到 都是在左手邊滑下去 右手邊的那些 大家都要打個折頭 還有 這裏出來的都很輕輕的 你看他的姿勢 都很輕輕的 有人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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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輕輕的 推騎 真的 推騎打邊很輕輕的 回來跑第四 都是那句 四個字心裡有數 上場發生了什麼事 這次抽了一檔 我其實排位 有時候我看 我不想拿一隻 去檢查馬 但我覺得這隻馬 會熱到 隔夜都熱到兩三倍 現在隔夜竟然有五點幾倍 相信臨場都可能只有三四倍 但不是二點幾倍 因為他始終都是一檔 我以為他兩點幾倍 我想明天也有三三 三點幾倍 四倍 驚喜都揹些少少飛 其他馬 揹些少少飛 你說那些什麼 搶口 留不住那些 我自己一個人不用擔心 大家只是擔心臨場 潘頓去不去這隻馬 這是唯一擔心的 其餘那些我不需要考慮 因為 都是那一句 本身這隻馬 如果是急口 搶 都跑得這麼好水準 我都不擔心 他繼續是這樣 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潘頓 肯認真發揮 馬打十步 路路爽 陪近選擇 都是那些悶野的 大家知道 一號合火精英 都說過 上次都是很硬正的馬 下三班 下三班 減了兩磅 潘頓 十二檔 都沒什麼所謂 亂跑都可以 只要發揮到水準 形勢不太差 這些都在前列 第二隻配角 減了七途多多勇區 我覺得上季尾的表現 都是繼續硬正 其實這隻馬 不頑 現在68分 都是10號的動作 超級瑞雜 不是很高水準的動作 但是走勢很好 四檔都好跑 要配角 第三隻配角 都是選擇十幾號的驚喜 上場都很車前到後 路路爽的場 都很賺快步速 但是車前到後 sú出去乘來 跑接近 這些一定是有底質的馬 拉去做配角 所以一場買一買 十幾號的路路爽 配角選擇 一號合火精英 七號的多多勇區 以及十幾號的驚喜 第二個場次之前是說說Youtube賽前會員分析的話 大家知道我本地馬有臨場分析 臨場分析是主要給一些有時間坐定定 聽我的Whatsapp 聽我的投注建議的朋友 坐定定逐場看 臨開賽前幾分鐘才有 那你真的要坐定定 不會在街上開車 那些上班、家庭日你搞不定的 所以那些朋友就要參加Youtube賽前會員分析計劃 會員純支持 什麼都沒有 會員純支持加海洋馬首選、次選、複選 賽前的首選、次選、複選 我只放Facebook 只放首選 賽前的次選、複選 我會在Youtube會員頻道發放 當然我現在有組合海洋馬直播 去到最後臨場看狀態 看Facebook 都可能會有些調整 再留意海洋馬直播 但如果你賽前都想有次選、複選參考 參加警力會員 超厲害會員 純支持 海洋馬首選、次選、複選 以及冷卻有線汗 今天我稍後時段就會放出冷卻 如果大家不想明天12時35分才看到 穿冷卻 想早一點 度定 過關 當然要看這個詞 當然要訂閱一個超厲害會員 極厲害會員 純支持 海洋馬首選、次選、複選、 冷卻有線汗 以及賽前所有場次計碼的分數 所有場次、所有馬匹計碼的分數 都會上載在Youtube會員頻道 大家有看直播計碼都知道 這個人極具差馬性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第二個場次選 第十場 第十場選 都是潘頓 二個包裝必勝 第一隻馬 首先我都說了 馬朱李先生 有時他都會很興奮放在Facebook 上次很興奮放在Facebook 上星期日出四隻 贏了一隻包裝長勝 今次他都很興奮放在Facebook 包裝必勝 我們在上季最後一場 其實都是蠻蝕的 數量有四分一個馬位 但當日都是 彎前貼欄金錢的稍微好 包裝必勝 剛剛完全相反 彎前二三疊 直路中外檔 彎前二三疊 就流後 其實是剛剛好相反的形勢 都跑得這麼近 今季復出 那些集 一早就試了兩貨集 一早就試了兩貨集 潘頓是9月3日 然後是9月17日 明天是10月16日 一早就試了兩貨集 都是為潘頓試的 尤其是這貨集 雷電鬥士贏的 然後潘頓再摸了多少貨 你看看 一個月內再摸到6貨 實在是很誇張 摸得這麼厲害 抓住是粗的 鬥志好自己鮮明 李生 包裝系 Facebook又說了 潘頓又摸了這麼多貨 實不當沒什麼所謂 這場步速與尿都快 你看看連連有型 是否力補驅 熊王都不會特別快 你等於這兩隻都快 一厲害了 又想去搞搞一下 標之科學 又在裏面一檔 就頂多你兩下 隨時很快的步速 包裝必勝 十一檔可能會 挺好跑的 找他做馬膽 配角選擇 選擇三隻 第一隻選擇3號 試跑得 這隻馬上次有賺有不賺 賺就是彎前鐵欄大利 彎前鐵欄大利 又賺了快步速 雙賺 但是直腦搞了一輪 才能打開 打一打開就飆上來贏 所以有賺有洩 這次只加5分 幸好就只加5分 但是就換了人 由田太太換了楊明倫 大家看看熱捧就不好 拖拖無所謂 試跑得這些 就拖拖先 第二隻配角選擇5號的魅力寶區 這隻馬上場其實是失望的 就是試跑得那一場 彎前鐵欄有利 雖然他放得比較快 前面步速放得比較快一點 但是都比預期失望 這樣跑到 上季他贏了一場 加14分是偏多的 有一場消化 今次有個二檔都很跑的 但是只而作配 上次不是太突出 上次本身如果有參與臨場分析 我可以說 一美尼寶區不是全勝 絕對是很有熱賭的機會 因為加14分 不是那麼容易去消化 這次熱賭一場新有個二檔 看看如何 會不會進步一日千里 但是這些都是拖拖的 第三隻配角選擇8號的好拍檔 這隻馬上場就升級 上次贏的姿態就相當出色了 算是補充比較快 二檔跟前 然後是連勝有威 連勝有威 當然他自己本身很有問題 連勝有威 他沙圈走得很急 很暴躁 很急 輸了 當然這次升級 又是14檔 但我剛才說了 這場步租會偏快 14檔可能會放到一個好位 立馬做配角 所以這場馬馬搭 二號包裝必成配角 選擇3號試跑 5號 魅力寶區 還有8號的好拍檔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還有分析 如果喜歡的話 給個like和讚我 還有分享一段影片 給朋友看看 去宣傳一下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 還沒見到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的支持我 在這段Youtube影片下面留言 留一句借借的粉絲 我相當高興 你留多言 我回覆多些 Youtube就會了解到 這個非常歐洲的頻道 演算法 就會將這段影片 分派給更多Youtube下迷看 那麼更多Youtube下迷看 這就自然令到 我這段影片的view數上升 從而令到 我非常微博的廣告收入 再增加多一點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知道 我現在在另一個渠道 發放一些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 8分鐘前 都會講一下 如果大家有信息 可以來到Facebook page netchain談賽馬 來點我臨場分析 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一些 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你看看 你們去參與 或者按這個 Netchain談賽馬 繼續和漢股市 的group 你會知道 如何聯絡我 拿一些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到時 看看你們去參與 這個臨場分析 到最後 希望大家來到 YouTube頻道 訂閱 訂閱 還有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這樣 鬧衝按全部 今天我送了新片 來通知 第一時間知道 如果大家想極力支持 記得參與這個 YouTube會員計劃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